欢迎回到一起看世界 2024年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 将再度上演拜登川普大对决 尽管双方的民调互有胜负 但是红州 蓝州今未分明 最后的结果可能将取决于 我们在这个版图上看到 浅黄色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摇摆州 包括了从宾州一路到内华达州 有六个摇摆州 如果这六个摇摆州导向拜登的话 那么拜登就能够拿到超过半数 270张选举人票 顺利的获得连任 但是如果川普这次 在上次输掉的摇摆州获得突破 那么川普就有可能重返白宫 相较于华府的两党政治攻防 台美两地的民众希望谁胜出 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继续是台市记者林信安 张立德以及吴清俊的采访报道 这场2024全球大选年年尾的重头戏 无论美国盟友或对手都密切紧盯 评估白宫下一任主人 带来的可能风险及契机 美国官员多次表示 当下的美台关系Stronger Than Ever 前所未见的强健 近几年美国媒体对于台湾议题的报道 偏幅也明显的增加 在此同时台湾民众对于美国大选的关注程度 是否也是higher than ever 比过去更高 看一些民调上的一些发展感觉 因为毕竟拜登是现在的总统 然后有些民调上可能 有些甚至他们自己民主党都好像没有到非常大种支持 虽然说当初四年前 拜登也会说就是选上的对台湾相对不敌 但其实以结果上来看 其实也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拜登和川普再度对决 但这次美国却面临和四年前截然不同的挑战 挥别新冠疫情的阴霾 不过拜登日内全球经历两大区域冲突 在此同时高通膨伤了美国民众的荷包 而美墨边境的移民潮也达到了高峰 以油价为例 美国美加仑汽油价格 在川普任内四年平均2.57美元 在拜登上任到2024年年初期间 平均来到3.6亿美元 涨幅的确达到四成 虽然部分专家点出川败两人任内 影响油价的因素不同 美国总统对于国内油价也几乎无法掌控 但疫情期间的疲乏情绪 加上疫后通膨居高不下 让不少民众对拜登的经济牌失去信心 比较川败任内经济数据 拜登上任后 虽然维持相对强健的经济成长率2.6% 失业率甚至几乎减半到3.5% 不过通膨从1.4%飙升到5% 贫穷率也小幅上升 美墨边境的移民潮 更在拜登任内洗版各大媒体 被视为拜登连任的一大绊脚石 长达3000多公里的美墨边界 历年来原本就有大量拉美非法移民闯阅 川普任内新建围墙效果有限 但拜登上任后 在疫情重创拉美国家的推力因素下 移民人数暴增 非法移民激起传统六派 对拜登政府的厌恶感 美国意后广大民众期盼复苏 却面对犹如当年欧洲难民潮的景象 恐怕也将威胁拜登 在中间选民当中的支持度 他与疫情状态状态 所以他开始在困难的状态 但我认为他的政策 能帮助这个国家 他有开放线 又编于四年前种族冲突事件 让美国左右对立升温 这次堕胎议题 在选前再次加深保守与自由派之间的裂痕 根据CN新闻2024年4月民调 近半数民众支持在全国保障堕胎权 不过仍有将近四成认为 堕胎相关法规应该交由各州决定 还有14%支持在全国限制堕胎 但高达近7成反对2022年 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 美国大众对整体扭转女性堕胎权 表达高度反弹 官司缠身 民调稳定上升 反映一定比例选民 将川普的执政能力与个人操守脱钩 在此同时 拜登却有甩不开的年龄包袱 81岁的拜登是美国史上最高龄的总统 对手川普也在今年选前满78岁 根据美国ABC新闻今年的民调 高达86%的美国民众认为 拜登如果要继续担任总统泰国高龄 将近六成认为川普败两个人 都过得适合当总统的年纪 我认为他现在没有看到 我认为他只是显示他的年龄 你知不知道 你到70年和80年 你开始心里不太快 震撼弹 消防喷雾 橡胶子弹 被美国媒体形容 有如当年香港反送中的冲突场面 在大选年撕裂美国校园 听发血运发酵 冲击拜登在年轻级穆斯林选民间的支持度 川普基本盘看似稳固 但大选前的最后冲刺棋 考验双方阵营的应变能力 我认为很多美国民众 都会与选民间有问题 所以这会让人们在哪里 会想起来 我认为专业人员会错误 因为他们与选民间的美国 所以现在 会变成选民间的愚蠢 2024大选倒数几个月 各界也将聚焦美中关系 乌俄战火以及中东局势 是否将出现重大变化 美国选民即时感叹 国家两党政治框架难以打获 川败对决重演 但仍将权衡整体利弊 参与民主世界中 最关键的抉择时刻